大家好,今天的故事《迷路小孩列车》 作者 山间春夫 彭义翻译 一只漂亮的蝴蝶飞到小梦的面前 落到了他的手上 可是蝴蝶马上又飞走了 小梦连忙去追蝴蝶 小梦追啊追啊,一直追进了森林里 蝴蝶朝森林的深处飞去了 突然蝴蝶不见了 小梦想回家 可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迷路了,怎么办 就在这时 猫头鹰司机开着一列火车过来了 你迷路了吧 这是专门送迷路小孩回家的列车 来,上车吧 小梦坐上了列车 列车开了没多久 前面有一个红鬼女孩在车车哒哒的哭泣 你也迷路了吧 我回不到爸爸那里去了 我送你去你爸爸那里 来,上车吧 一个机器人小孩站在前面 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你,又迷路了 你总是迷路呢 来,上车吧 机器人小孩上了列车 吃迷路小孩的大怪兽 站在睡午觉 列车从他身边悄悄地开了过去 前面停着一辆云朵马车 红鬼爸爸朝红鬼女孩跑了过来 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都担心死了 我去找蘑菇了 找着找着就迷路了 不过,猫头鹰司机把我送回来了 谢谢你啊,猫头鹰司机 这辆马车能在天空上飞翔吗 当然能飞了 好想坐一次啊 好呀,那就坐上来吧 他们全都坐到了马车上 哎呀,哎呀 等小梦,机器人小孩和猫头鹰司机 下了马车 马车就消失在了云朵里 列车又朝前开去 机器人小孩 你爸爸也是机器人吗 我爸爸是人类,是博士 我爸爸做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呢 到了机器人家 博士已经等在门外了 你怎么这么晚 你去哪里了 我去找独角仙 接过迷路了 不过,猫头鹰司机把我送回来了 真是拿你这个孩子没办法 猫头鹰司机实在是对不起了 这时,从门里走出来一只机器浣熊 哇,好可爱的机器浣熊 这只浣熊 这只浣熊什么都能变 那它能变成大象吗 博士对机器浣熊说 浣熊,你变成大象给它们看看 于是 卡塔卡塔,卡塔卡塔 浣熊变成了一头机器大象 哇,太厉害了 小梦它们坐到大象的背上 大象在池塘里像鱼一样游泳 大象能伸长脖子 把它们举得高高的 谢谢你,浣熊 我们好开心呀 再来玩 那再见了 再见 列车朝小梦家开去 小梦家到了 妈妈正等在门前面 咱们回来这么晚 你去哪里了 我去追蝴蝶 跑进森林里 你路了 不过,猛头鹰司机 把我送回来了 是这样啊 猛头鹰司机,谢谢你 列车开回森林里去了 猛头鹰司机 我要是再迷路了 一定要来接我呀 哈,欢迎你再来森林 好了 今天的故事 迷路小孩列车 讲完了